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主办街头青春活动 您现在可以看到活动当天现场人头灿动 喜气洋洋 小孩子们穿着传统的糖装和家长一起来到这一年一度的集会 现场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抽奖活动 摊位小吃都让华人同胞和各界澳洲朋友们兴奋缺远 由于澳洲推崇多元文化政策 每年一度的华人庆春活动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现场看到的就是维州州长在现场与众同乐 共同迎接华人新年的到来 他在现场也给我们华人送上了新年祝福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很多参加活动的路人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新年祝愿 我喜欢我们这里有很多中国的社区 这就是一个富贵的经验 这就是中国年祝福很棒的事 社会比较跳跃 好像来年一样 股票啊 这个经济啊 好 全面的健康 跳跳跃跃的 哭哭泼泼的这样 好像这样好吗 因为我刚刚到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第一年到 墨尔本 然后又参加这样一个 今天应该是小年夜 我觉得很好 今年呢 我觉得的规模比较大 而且呢 的timway呢 也编绑得很好 This is the year of the rabbit and I want everyone to be as active as rabbits and the year of the rabbit will bring peace and harmony to everyone 在白马市的新春活动后 现在我们来到了 史平威视的新春活动现场 参加活动的有各界政要 社团成员和社会大众 省尸表演是迎春活动 不可或缺的重要项目 收龙活虎的省尸 撼动人心的锣鼓 宣天夺耳的炮烛 这一切无不洋溢着喜庆祥和 电视机前的您可能会问 为什么省尸表演总有一个大头佛 我们的记者为您揭开了语团 这里有写营群对联的书法爱好者 有中国象棋擂台 有协助洪水捐款的义工 有各项功夫和文艺表演 甚至还有警察乐队到县长庆祝 社会各界共动新春 这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强烈体现 好 在Box Hill和Springwell的迎春活动后 我们迎来了梦尔本华联会主办的 唐人街迎春会 大家好 我们是中华卫视 我是主持人卢彦 现在我们身处墨尔本唐人街 那我身后就是墨尔本唐人街活动的主会场 现在我们的嘉宾正在发表演讲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上演 同时我们也看到本地现在有很多的华人朋友 还有本地的新人朋友 已经在我们的会场上人头传动 人来人往了 叫醒睡师和大龙出游 是每年唐人街迎春会的重头戏 在奥华博物馆的祭祝仪式后 大龙出巡了 有一个好年唐人街 是一年唐人街出巡了吗 是的 我们每年唐人街出巡了一年唐人街出巡了 这一年唐人街出巡了 它是这么大 它是最大的颜色在世界上 我们非常非常兴奋 这一年唐人街出巡了 这一年唐人街出巡了 当我们走到小时 我们可能会有20,000,000人 全在一街出巡了 大家都想到它 因为我们知道 是好运气 有你感到的巡了吗 我还记得 大家都人们感到的巡了 我还记得 如果那是这样的样子 你也应该来接下来吗 我做的 那就是好运气 and face you for the good year. Oh fantastic,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then. 在这时的唐人街人头涌涌,大家都已触摸到大龙来祈福。 看着如此热闹的场面,我们经不住为作为龙的传人而感到骄傲。 During this festive season, the Melbourn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sent their New Year's greetings and well wishes to us all, for the Year of the Rabbit. To everybody, I say, 新年快乐,公喜发财,公喜发财. I hope this Year of the Rabbit brings good health, prosperity and success. 公祝全世界人, 个个都是平安,万事胜意,生意兴隆. 我向各位群众祝年同时祝大家快乐,谢谢.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胜意。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胜意。 我在这边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和家平安,身体健康,谢谢. 我代表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向维多利亚州,卡斯玛尼亚州,我们广大的华人华侨,我们亲爱的同胞们,向你们拜个年,祝福你们每个人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和家团圆。 祝大家在2011年突年吉祥,谢谢大家。 各界的新年祝愿,相信电视机前的您都笑纳心灵了。 在这里也少不了我给大家拜年,祝您在突年,心想事成,和家安康。 好,既然是过年,我得和大家讲讲过年的风暑。 新年前后,我们华人有很多祭祖和参拜的活动,以此祈求仙人和神灵保佑家宅平安。 新年到来之前的年三十,我们都要和家老少一起吃年夜饭,象征和家团圆。 如果谁吃到有铜钱的饺子,就预示着来年好运。 肚子提起来年早中,树获的平心盖楼帐画外。 好,好。 很喜欢。 喜欢哪个?这个? 这个? 那帮他剛才这里有一点点 bay? 好。 referred to,孫中华船 Belarus紹介绍子。 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最兴奋的就是收到长辈的压岁钱, 俗称红包页。 这是长者的期盼 希望年轻一辈快高长大 孝顺父母 聪明伶俐 过年之前 嘉嘉张贴寓意极祥的对联年化 新年到来 炮烛生生 这些都是中国年不可缺少的风俗习惯 这一年会 mark the year of the rabbit in the Chinese zodiac to understand its origins the story goes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the Chinese god Huangdi who wanted to create a zodiac cycle for his fellow people in order to do so he called on many different animals to participate in a running race the animals that finished in the top 12 were then given their own year which now represents the 12 animal years of the Chinese zodiac the rabbit was a very confident runner and challenged the dragon during the race the dragon's horns got stuck in a bush so the rabbit finished the race ahead of the dragon this is why the year of the dragon now follows the year of the rabbit they are not stubborn and not easily angered just like rabbits they are mild and timid ok and after the break we'll be back with Community Express see you soon